为什么要杀妈妈 不会后悔啊 妈妈跟你说的什么 低头不语的就是 酒后杀母的成姓男子 警方一直等到今天凌晨 他酒醒后才知道 原来他喝到乱醉时 听到妈妈碎念 因为那个凶险的母亲 对凶险的花钱问题 以及那个生活费问题 那有所困难 发生冲突 以及勾奖 他竟拿水果刀 刺向妈妈的背部犯下大错 警方调查 成姓男子的妈妈和亲友 12日从花莲到台中玩 顺道到台中看他 昨晚他和妈妈还有同事 一起在公司的宿舍 喝酒聊天 没想到妈妈则被他乱花钱 他竟然一时冲动 砍死妈妈 他在检局看到阿嬷 两人抱头痛哭 不断说对不起 检察官今天进行遗体相验 带他回现场模拟 已离经案情 我们今晚 开中话道